连续两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先后针对经济政策发表演说 贺锦丽大酸川普让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最多 两个阵营提出不同的经济愿景 但都聚焦美国制造业 对中国态度同样强硬 贺锦丽在宾州表示 他将确保在21世纪的竞争中 赢的是美国不是中国 再提川普把晶片卖给中国 川普在北卡则重申 将对外国尤其是中国制造商品 课征大规模关税 而尽管没有证据川普仍然暗示 两次暗杀事件可能和伊朗有关 10月5号川普将重回第一次 被试图暗杀的造势现场 宾州巴特勒 而贺锦丽将在美国时间这个星期五 到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城市 TVBS新闻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